-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圖英,歡迎收看前進新台灣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下一步,其實早在一年前,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就曾經爆料了柯文哲要組一個台灣民眾黨 但是柯文哲當時還用可笑來回應,不過今天早上,你看他真正開了記者會 而且是在台北市政府就直接確認了8月6號,也就是蔣衛水生日的當天會組黨 而黨民呢,也是蔣衛水在1927年仇組的政黨,同樣叫做台灣民眾黨 對於柯文哲自比蔣衛水,其實昨天,這個第一時間就有蔣衛水的孫子女 叫蔣理容的,她在臉書上寫出,她說柯文哲是往自己臉上貼金嗎 更質疑她所創立的政黨,或是以台灣利益或是民眾利益為優先呢 不過對此,柯文哲他選擇在這個時候組黨,他強調了自己是要以民眾的福利為主旨 而他主要的是要主攻國會為目標,那麼要選總統這件事呢 在記者問他的時候,他同樣的是把時間點還是設在9月份,沒有把話說明白 只是從昨天晚上開始,柯文哲跟郭台銘這個兩個人的關係 因為組黨的事件曝光,馬上的就被連結在一起 原因就在於台灣民眾黨如果簡稱,你知道我們媒體為了下標方便 這上面的字幕沒有辦法寫那麼多字,如果你簡稱要叫什麼 叫做台民黨,怎麼這麼巧,郭台銘,國民黨的郭台銘,如果來到這個黨的話 直接好像名字就可以加進去囉,再加上郭台銘昨天才剛從國外度假回來 柯文哲組黨的文件就曝光了,這一切的巧合是不是都在鋪陳著郭柯合作或柯柯合作的可能性呢 柯文哲的幕僚現在告訴大家了,這可能性是什麼,是如果郭選,柯就不選,除非郭不選,柯才可能選 這樣子來講起來的話,柯文哲難道是要用自己的政黨來支持郭台銘嗎 若真是如此的話,那之前還有講到就是動向不明的王金平 柯文哲,郭台銘,王金平三個人有沒有可能組成一個所謂的鐵三角 那到底如果這個鐵三角形成來選總統,這個五黨級的總統可不可能出現 那麼衝擊的到底是綠營還是藍軍呢 當然對於韓國瑜來講,他始終沒有辦法正式的跟郭台銘達成整合 讓藍色憂慮在最近這兩天可以說是越來越深沉 韓國瑜會利用週末的時間在桃園啟動 這樣的啟動動作真的能夠振奮藍軍,團結藍軍嗎 另外今天早上呢,蔡英文總統也舉行了他的回廊談話 那麼對於外界當然都會問他有關於柯文哲組黨的問題 他就強調了,不論你是台灣派還是中華民國派 都要一起守護台灣的民主自由 沒有錯,因為就在昨天也是柯文哲傳出組黨消息的同一個時間 中國為了影響台灣選舉,他又出手了 中國昨天臨時宣布了這樣一個消息 就是即刻起禁止中國的觀光客 自由行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包括了對岸的47個城市 那麼再一次是要透過經濟干預來動搖台灣的民主選舉嗎 面對中國具有政治性目的的干預觀光客人數 那麼交通部也提出了補助計劃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衝擊 當然我們來看到今天國立是8月1號 但是今天是農曆 7月1號鬼門開啊 怎麼會覺得連政治新聞 哇都是整個大爆發 包括剛剛稍早之前呢 時代力量的立委林昌佐已經宣布要退黨 要以無黨籍的身份來競選連任 而稍後三點鐘 時代力量的中部立委洪慈優也要召開記者會 這是不是先試著時代力量要掀起一個退黨潮呢 今天節目當中將從整個政治的大局勢 幾個大事件帶大家來觀察 這次2020總統大選會出現哪些新變數 好 開始之前先來介紹一下今天與台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郭正亮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周年華 楚音好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大家好 歡迎前立法委員露書類 楚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楚音好 大家好 歡迎時代力量的台北市議員林陽軍 楚音姐好 大家午安 好 開始之前趕快就來關注的是 今天早上十點鐘 柯文哲選在台北市政府召開自己要組黨的記者會 馬上有人就說了 這個市政府怎麼好像變成黨中央了 大家到底是沒有 他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啦 也沒有人提問 但是呢 他說了他60歲生日當中要舉行創黨大會 目標是瞄準國會席次 所以選不選總統呢 先帶你來看 是這樣啦 9月17號是天堂 那天沒有登記就是沒有 還要連署才能夠選的人 所以我估計應該是在 大概大概9月上旬就是最後決定時間 夠了就沒有了 登記時間還沒到 但有了重大進展 柯皮宣布正式組黨 法院還是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你知道嗎 很多的政治 很多的法令你知道嗎 還在立法院處理 所以進軍國會的確是我們一個目標 2020態度曖昧 柯文哲始終沒鬆口 如今阻擋瞄準國會 是否也等於替2024來鋪路 共榮 所以超越難力絕對不是消滅難力 各種資料都被阻 816號柯文哲60歲生日當天 將舉行創黨大會 阻擋時機敏感 瞄準國會 預計推出實習區域立委 但自己到底爭不爭總統大會 打算跟誰配 心中難道美譜嗎 還沒有跟郭台銘見面過 因為他在出選之後就離開台灣了 才剛剛回台灣 我相信他應該24小時 都被你們監控 所以我是還沒跟他有見過面 31號中午送件登記 傍晚消息流出 其中一手包辦創黨細節的 就是他的心腹市府顧問蔡壁卜 好 等一下再一起講 然後再一起回 低調現聲沒多說 傳出柯文哲親自下了封口令 細節不願對外說明 郭俊瑩同樣收口如瓶 郭柯合作應該也還只是 大家的預期吧 所以目前應該還沒有這樣的事情 柯P主黨被解讀成 柯郭策略聯盟起手勢 不論選不選總統 培養國會第三勢力 劍指2020 勢必在政壇掀起波瀾 參選朱淑君格子剛 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 柯文哲今天早上呢 正式的宣布了他要成立 台灣民眾黨 其實台灣民眾黨在昨天 這個文件在友台的快訊當中曝光之後 就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有人在存疑是說 知道你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文件送到內政部 肯定是真的 只是馬上大家就講說 台灣民眾黨 這幾個字你看 簡稱就 民進黨 就是民主進步黨 對不對 民進黨簡稱對不對 台灣民眾黨簡稱就是 台 民 黨 好 等一下下一步 我們先好好地聊一下 但是我們先從柯文哲的講法來看起 這個是不是一個他批籃打綠的棋手勢 為的是自己政治下一步 但是下一步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呢 他說他主要實際是要進軍國會 自詩要找回良心 莫忘初衷 2000年後台灣政治最大的問題 就是文官體制敗壞了 所以他舉深奧電廠的例子 而且我今天仔細聽了他的記者會 還不只講一次 講了好幾次喔 顯然深奧電廠的例子對他來講 他認為這是民進黨 沒有價值的政黨的原因 深奧電廠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然後講到了韓國瑜 他說什麼 當選每幾個月就開始跑 總統選舉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好 我們節目當中 每次都有提供這個白板給特別來賓 我想今天我想問來賓的就是 為什麼這個阻擋其實講很久啦 昨天也有很多人找出了 一年前在8月去年8月的時候 台北西議員梁文傑就曾經講過 當時柯文哲還說什麼 柯文哲還說這個太好笑了 怎麼會我的事情呢 會是在報導才看到 這個報導呢 當時在現場的資深媒體 邱雲毅也寫了 等一下要請名譽來好好 講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我想先問一下資深媒體的中年晃 年晃你覺得為什麼柯文哲選在 今天8月1號這個農曆7月1號的時候 宣布這件震撼式的消息 鬼門打開天下大亂 我剛剛真的沒有看你寫的板子喔 對啊 所以我們是心靈相通了 就鬼門打開天下大亂 因為只有這個理由可以解釋嗎 為什麼選在今天正式宣布 那我想是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政治常常 政治上的大事件很多常是因為 很多巧合所發生的 嗯 郭台銘昨天 中午回到台灣 昨天下午大概兩點鐘 一點半左右 這個成立台灣民眾黨的開會通知 傳真到內政部 因為依法要跟內政部提出申請嘛 嗯 所以呢你說這個時間上有沒有有沒有這麼巧合呢 我我認為啦 雖然雙方當事人都沒有承認說他們之間有什麼的聯絡 但是我認為雙方有一些默契存在 就郭台銘下飛機之後 然後這個傳真就送到了內政部 這個絕對不會只是單純的時間上的巧合 那這個時機點其實剛剛楚音一開場就講 去年我記得最早梁溫傑在節目中講過說 柯文哲要組台灣民眾黨 當時柯文哲的回應還是說好笑 那現在我們來看當時柯文哲的回應 也覺得還蠻好笑的 你看這個人可以狡猾到這種程度 他當時的回應你不能說他否認 他其實並沒有否認 對他其實並沒有否認要組黨這件事情 他只是說好笑很多事情我都看報紙才知道 他並沒有否認 但是呢他也沒有承認 而且還順道的酸了一下這個梁溫傑 所以這個個性上的狡猾 其實從這簡短的一句話回答你就看得出來 那證明這個組黨的事情 他已經籌劃很久 然後呢最後在今年這個時間來推出這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選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明年有立委跟總統大選 你今天如果 因為總統跟立委的全國性的選舉 是組黨的最好時機 你如果是地方的選舉要組黨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跟象徵性的這個意義 那全國性的選舉是有意義的 因為將來 柯文哲這幾年來 我覺得他心裡最鬱悶的是 他對於全國性的事務 他始終沒有話語權 因為他畢竟你只是個台北市長 對 但是呢將來就不一樣 如果 黨主席 對他是黨主席 那如果說他國會又有席次的話 他當然對全國性事務他就有話語權啊 那他到時候要批籃打綠就更容易了嘛 而且那個威力就可能從這個 點三八手槍變成六五步槍了嘛 就威力會強大一點 因為他是黨主席 假設他國會又有席次的話 就level up的 對 那這是一個時機點的問題 第二個時機點就是說 是不是跟郭台銘之間 彼此有達成某一種程度的默契 因為目前看起來 不管是郭柯配或是柯郭配 我們都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一個正一個父 基本上這兩個個性 大概都很難接受當父的 那最有可能兩個人合作的形式 就如同柯文哲今天自己在記者會講的 郭台銘全力選總統 但是郭台銘可以不用參加台灣民眾黨 他一樣可以用五黨籍的身份來選 但是呢在從連署開始 這個台灣民眾黨就全力幫助郭台銘 然後呢 柯文哲全心去衝立委 然後郭台銘當然 你也要回報一下嘛 用你總統候選人的高度 也幫台灣民眾黨加持一下嘛 大概這是目前看起來 就是一個主攻立委 就是立法院 一個就主攻行政權總統 對 所以果然是台民黨 台民黨嘛 沒有問題 所以網友很有才 一看就知道 馬上就點出這個關鍵叫台民黨 是 那這個其實就政治的現實上來講 這的確也是一個 目前看起來算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結合兩股力量 來 所以 為什麼他選在這個時間阻擋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些問題的存在 一個政黨 並不是只有一個帶頭的人 可以決定這個政黨未來的發展 是 我在台灣 跑政治新聞這麼多年 看過很多新的政黨成立 也看過很多新的政黨陨落 一個政黨能夠領一時風騷 絕對不會只靠一個人 他底下必須有一些團隊 是很優秀的團隊 我們就舉親民黨好了 2000年宋楚瑜 大家說親民黨這個省長光環 可是你別忘了 當年的親民黨團隊底下是有一票 曾經在省政府歷練過非常優秀的 不管是政務官也好 或是當年的審議員 相當傑出的審議員也好 所以他才能造就當時的親民黨 最多的時候在立法院有30幾席 甚至於當時有很多是很優秀的 國民黨的這些從政人士 對 他離開國民黨到親民黨去 但是柯文哲你能不能夠吸收到這樣的人 因為照選方法規定 你要有不分區的分配權 你要提10席區域 要找10個立委參選人不難 路邊隨便拉都可以拉得到 問題是你要找10個 足以幫你這個政黨拉到票的 其實並不容易 你拿2016年的時代力量為例 可是只要有提就好 不一定要選上啊 問題是如果你提的是不夠 大家覺得不是太恰當的人選 你的政黨票拉不起來的 2016年的時代力量 已經算是領意識風騷了吧 搭乘著太陽花學運的風潮 可是我印象中如果我沒記錯 2016年時代力量要提10席的區域立委 其實都花了很長的時間 好不容易才找到 因為這個名單漂不漂亮 大家是會檢視的 沒錯 而且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到現在 所有對政治稍微比較有熱情 或是有興趣的人 基本上大概不在國民黨 就在民進黨 要嘛就有部分在時代力量 那你說柯文哲你要去哪裡找到 至少10個拿上檯面 大家覺得說這個人條件還不錯 然後覺得這個黨還蠻有希望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不太容易的任務 那再加上 因為現在他8月6號正式成立 那他的黨綱 他的什麼東西 都還沒有相關的公佈 但是我只先針對 柯文哲自己講的一句話 他批評民進黨說 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政黨 那請問柯文哲你的價值是什麼 大巨大的呢 你的價值是什麼 他的價值他說 要是要以台灣民眾回歸初心 我不用跟他打高空 我就講你當時選市長的五大弊案 後來變五大官案 現在在五大案 現在叫沒有案 現在叫五大屁案 當時三創 你當時是怎麼講三創的 結果跟郭守正 郭台銘的公子見面之後 這小孩子蠻乖的蠻有禮貌的 結束了 請問三創台北市政府拿回什麼 那更不用講你的 你一開始說你是墨綠 後來又變成兩岸一家心 請問這個叫做價值嗎 難怪有人笑他叫檳榔 外面是綠的咬下去吐出來變紅的 這是網友幫他想的創意 所以我覺得你要講價值OK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的價值是最經不起檢驗的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 所以他是完全沒有價值可言 那將來我們等八月六號 這個政黨正式成立之後 他公佈的黨綱一些重要的談話 我們到時候可以再來一一的檢驗 好我們來看一下對於柯文哲來講 像剛剛這個年晃哥也特別提到 就是如果他的目標真的是立委的話 那麼到底他怎麼樣提區域立委 或怎麼樣提他的 不分區立委名單呢 現在其實媒體在座 昨天一個晚上之後 已經幫他先曝露了一些 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又或者是區域立委的名單 比如說鏡周刊就說了 不分區的第一名 要給這一個第一個被點名的就是 台北市的勞動局長賴湘林 也看是全國最高 具有知名度的勞動局長了 接下來黃國昌耶 這不是時代力量的不分區立委嗎 可能跳到這個台民黨去嗎 再來是徐欣盈 徐欣盈他也曾經是什麼 是前民國黨的主席喔 所以他曾經代表這 那可不可以可能接下來是要代表 台民黨來新竹縣選立委呢 我想問瑞德哥的意見 事實上呢 據我所知啊 那麼所謂的台民黨 在還沒有這個組成之前啊 就已經跟一些政治人物各縣市接觸過了 然後呢 在這些名單裡面呢 確實在新竹縣這個地方呢 徐欣盈是戰力比較強的一位 其他也接觸過 不過戰力都沒有 其這個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檯面上的這些立委啊 或是候選人那麼強啊 是 那麼其實啊 會丟出這一個震撼彈呢 在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跟一個數字有關係 這個數字是2024 喔 不是2020 2024不是今天晚上威力彩的這個號碼 不要互惠 有的話我早就自己去簽啊 今天好多億 今天15億啊 不過有的話我自己就簽了 輪不到你們 2024就是 他為什麼要選擇在這個時候 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已經講了好多年了嘛 其實柯文哲最喜歡做的事情是說謊 也就是說 面臨人家去問他的時候呢 他就說謊 他就說沒有這回事啊 我的交證手 這件事情台灣民眾黨不就這樣嗎 去年梁文傑去問他的時候 梁文傑難道是做夢夢到的嗎 還是馬祖託夢嗎 當然不是啊 蔣衛水 聽到風聲嘛 蔣衛水通夢 一定是聽到風聲嘛 講出來了也不只他啊 當時有好幾位都會聽到風聲 對 後來包括王世堅啊 沒有錯 他們也都講說 肯定 事實上在三年前啊 那麼綠黨的台灣市議員 王浩宇都已經透露了嘛 柯文哲都找他要組成一個叫 白色力量聯盟的一個政黨嘛 對不對 當時希望柯文哲做盟主 然後所有的人全部加入嘛 然後呢 綠黨拒絕 所以拒絕後沒有成形 結果現在也沒辦法 為什麼白色聯盟已經被人家搶走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在如此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 他早就想要組織一個政黨 因為就算他要選總統 沒有政黨沒有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 你這個總統選上是空殼的 在預算在法案 你全部都推不了 我國民黨 兩國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人合手 我就把你幹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在如 他一定必須要有自己的這個子弟兵 柯家軍嘛 那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 那就表示他見指2024 而不是2020了 為什麼呢 他如果要2020的時候 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欸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他要政黨票 實習的區域立委要推出去 對 然後推出去不是說 我順便去 然後就每個縣是一個 然後呢 出那些人家的事情 我柯文哲去站台一下 沒有啊 支援啊 打選戰是要打糧草 要打支援的 還有半年欸 這開下去怕死人 我說坦白雷 從包括立法委員 包括總統 整個那個金額發下去 那不是五億六億十億八億可以解決的 你知道嗎 他有糧草嗎 他的糧草在什麼地方 所以呢 如果要打的話 他最好的方式要選總統 他不需要這樣大會周章 他立刻結合 比如說妙天的國會政黨聯盟 對 比如說親民黨 親民黨是因為他有一個 馬上有個連署 我掛你的工程就好了嘛 借殼上市 這問題來了 人家妙天的國會政黨聯盟 跟親民黨又不是省油的燈 我幫你幹嘛 我彼此要合作啊 對我有什麼利 在政治場上通常講的是利益 不要講的那個 什麼高調正義 那是政客在講的話 尤其是講 今天講到說 莫忘初衷 剛剛連話有講 柯文哲的初衷是什麼 不就莫慮嗎 莫慮在什麼地方 我什麼時候跟柯文哲翻臉的 因為他接受媒體訪問講了一句話 那句話叫做 民主也是可以花錢收買的啊 哪一個 你現在說不出來啊 他到現在都已經連任第二屆 然後又弄了一個 快要台灣民主黨了 民眾黨了 他到現在還講不出來嘛 他習慣亂講話 習慣隨便講 拿不出證據 等到人家K他了以後呢 再噼哩啪啦的講 那麼他跟蔣衛水最同富相同的地方 有三點 第一 都是男的 第二 都是醫生 第三 生日同一天 就這樣而已 他跟蔣衛水完全是不相干的人啊 蔣衛水是一位 他40歲就英年早逝了 蔣衛水 台灣民眾黨是 在那個帝國統治日本的時代裡面 敢站出來 他被抓了十幾次對不對 他在我們大同分局 現在裡面的那個水牢 我30年前就在那邊跑新聞 他在那邊被關到水牢 進過水牢啊 你知道嗎 蔣衛水是為了民族 為了台灣人爭取 所以他成立一個合法的政黨 但是他也被他政治破壞 對 所以他不願意站出來 然後犧牲自己 這個精神是蔣衛水 抗暴 抗暴政 那請問現在這個柯文哲他是做什麼 現在台全世界最大的暴政是誰啊 中國啊 看反送中 柯文哲有出來講什麼話嗎 他金若涵才為什麼 他現在卻跟暴政站在一起 說跟他一家親嘛 他怎麼會是蔣衛水呢 你說我仿效他的經驗可以 那你要跟著他蔣衛水的腳步走啊 對不對 你要跟他是一樣的 你不能說因為我生日跟你一樣 我也是跟他異性 所以我這個希望我就是下一個蔣衛水 你們做的事情是南原北側嘛 那他現在在政治影響力上面呢 選舉需要糧草 所以呢選舉也是要實力 現在都已經幾乎看得出來啊 他就算投入這場選戰 他絕對不掉 你現在有可能被邊緣化 所以現在的能量 他為什麼要在立法院把這個等於 他會想盡辦法搶時代力量的這個 主要的立委 包括政黨票 然後呢 在這個藍跟綠各偷一點 各搶一點 然後2022年他沒有台北市長幹了以後 這未來兩年要搶2024 他才有政治資源啊 這才是柯文哲在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好 所以說對於柯文哲來講 缺糧草的部分的話 如果立委總統要避禁 那確實是壓力很大 所以瑞德哥認為他是直指2024 2020先來搶立委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啦 這個一年以前 梁文傑議員就講到了台灣民眾黨 但是這個訊息總要還是要有人寫啊 這個訊息是誰寫的來 我們來看一下 2018年8月18號 邱敏玉 這是我們現場的謎語 所以來 敏玉 那什麼意思 如果說梁文傑是先知 一個月 一年以前就講 那你是一年以前就掌握這個大獨家 你們兄弟沒有了 你說 這就表示柯文哲說的沒有紀律 為什麼他一年以前你就寫了這個報導 但是今天他才要宣布 沒有 我記得那個新聞我再去回顧啦 那個時候是梁文傑先報的嘛 他就是在這個政論節目上面就有先講 就是說這個他有訊息 就是說柯文哲要阻擋 而且是台灣民眾黨 就是用蔣味水的這個來阻擋 那後來就是隔天大家就直接去問柯P嘛 那柯P就是在回答媒體的記者 他這樣哈哈哈哈 然後就想說實在很可笑 他說為什麼他這個老師在媒體上面 才會得到這種作戰跟人事佈局 他當時的回答是這樣 所以我我那時候是照他的這個講法 才寫了這篇報導啦 對 那這個是一年以前嘛 那你當時候來有沒有再繼續去追問 有沒有這件事 然後為什麼現在反而是在一年後的今天 坦白講喔 我這個四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我還有去問這個柯的幕僚 問他們有沒有要阻擋的計劃 那柯的幕僚在四月的時候 還跟我斬釘截鐵說 他們沒有要阻擋 確實是沒有要阻擋 喔 對 但是四月現在是這個八月了 八月 剛好八月一號 對 八月然後他們就突然就阻擋了 所以所以基本上 不要再叫我輕柯了 我真的一點都不輕柯 我真的也是非常的狀況外 幕僚說謊 哈哈哈哈 那我今天有再去問他們的幕僚 是 只是說那你們一年前甚至到四月都沒有說要阻擋 那為什麼就是現在突然要阻擋 這個幕僚 當然你們可以不接受 但幕僚給我的解釋是說 他們確實是在上個月 上個月整個七月份才開始真正討論要阻擋的事情 那一年前確實是沒有 那這個是他的解釋 那阻擋就不選總統了嗎 剛剛前面兩位來賓的感覺 當中都是比較瞄準立願 總統放下一次 那這個就是跟我這個白板寫的是一樣的 也是這樣 對我的看法跟瑞德哥比較近 那我講兩點 就是說以現在柯文哲他們的戰略目標 第一個目標確實是要先拱郭台銘 先選總統 對 你看柯文哲今天 連到今天的記者會還一直批韓國瑜 去選總統 代職參選總統 代職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代職參選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所以他自己不能不正常喔 因為他也是 如果要也是代職參選 那說實 對 你就把這句話今天背起來嘛 那如果說他未來要選的話 你就開始每天拿這句話批他呀 對啊 因為 那他唯一比韓國瑜好一點的是說 他先做了一任 對 那這問題是 事實上 這個他跟韓國瑜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只是大家一個坐長坐短 那你還是代職參選落跑的問題嘛 那說實在 如果今天柯文哲出來選總統的話 那等於說蔡總統撿到槍 直接每天批這兩個是落跑市長就好了 而且柯文哲哪有可能分身乏術 你又做黨主席又做市長 還要選總統 韓國瑜是因為覺得自己沒能力 他才把黨主席再交還給吳敦義耶 不然你說他現在市政國政兩頭燒 一天到晚遲到韓國瑜不是被罵死了嗎 對 所以我認為啦 就是說以柯文哲現在的一個狀況 他的第一目標是先拱郭來選總統是他的目標 好那為什麼你問我說他是為2024鋪路啦 坦白講就是我們聊過蠻多次 就是說朱立倫跟張善政是他前面最好的例子 因為以柯文哲他做到這一任的這個市長 他卸任是2022嘛 他2022如果他要選2024的這個總統的話 他有兩年的空光期 那你以張善政的例子 他當時即使那個卸下這個行政院長的位置 他民調很高 甚至滿意度有到七成 可是你看他下來之後 就很快被大家忘記了 然後現在 對你看他現在變成還要去 去黏著去蹭韓 去蹭韓 然後還要當他國政顧問團團長 然後是不是說還可以得到乖愛的遠神 乖愛的遠神去做他的副手 那你說張善政他當時下來如此 那朱立倫不是也是 他從新北市長下來之後 你看他也是完全沒有舞台發揮 那變成是說他現在要選一個 大家很快都忘記了 尤其我們政壇這種長江後浪推前浪 那種神啊什麼一塊一下下都出來了 所以他看到就是張善政 或者是朱立倫的例子 甚至郝龍斌 你如果說你沒有一個黨職 或者說你沒有一個職務在身上的話 你就是跟一個政治素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如果他從2022下來之後 他至少還 如果說未來他可以當黨主席的話 因為看起來我今天有問 就是說他其實不必然要做黨主席 他有想要先推那個朱樹勳 就是他的這個老師 但是他老師是不是沒有願意 還不知道 對 所以他們就 我今天有在問進一部細節 就是他們先成立黨之後 8月6號成立之後 你可能會不會再被騙一次 對 我可能會再被騙 我現在只要OK啊 沒有 我們還是聽明譽講完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今天是有繼續講 就是8月6號先成立黨 然後這個黨主席的部分 看是不是要互選再互推 但是昨天有先傳嘛 說朱樹勳有想要先推他 那所以就算柯文哲 就是這次先沒有要先兼黨主席 可是未來勢必他 因為這個台灣民眾黨 你還是以他為成立的黨 當然啊 對啊 那你今天沒有柯文哲 成立這個黨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而且沒有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的話 恐怕號召力也會減半 只是剛剛邱明玉以及瑞德哥 都特別點到是 如果目標是在2024的話 那麼跟郭台銘合作 是不是恐怕 就勢必成為必走的一條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影響的到底是 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又或者是變成時代力量呢 為什麼 因為今天甚至於連時代力量都被認為 其實騷到紅台部也最有可能 因為時代力量跟柯文哲的支持者 在重疊度上是最高的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來看柯文哲阻擋效應 柯文哲組成的台民黨 會不會真的要跟柯文哲 柯台銘來做一個結盟的起手式呢 柯文哲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自己講了 我個人還沒有跟郭台銘見過面 所以沒有預設立場 郭台銘有龐大的資產不在台灣 所以要說明 若每日中影響你的資產的時候 那如何為台灣人民 在最大福祉上做思考 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感覺上如果我是郭台銘 我聽了就會覺得說 你還沒有跟我聯絡 你就先來講我的資產問題 所以兩個人之間 到底有沒有私下先聯絡過 可不可能結盟呢 我們來聽一下今天早上 郭台銘的幕僚是怎麼說的 來看到郭台銘呢 其實在國民黨的初選結果 公布之後 他就立刻飛出國散心 在昨天下午 從歐洲散心返台 湊巧也就是 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台北市長 柯文哲火速宣布要組成台灣民眾黨 多方就揣測了其實郭柯之間 早就已經有共識 而且有合作的空間 不過在今天早上 這個郭台銘辦公室的發言人 也同時就是這個 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劉又彤 先是否認有人參加台灣民眾黨 再接著說 郭台銘其實跟韓國瑜 和柯文哲之間都有心結 因為韓市長那邊一直說 其實是聯絡不上 然後打給郭董的成績的觀景 是兩個人之間管道不太暢通嗎 因為國民黨現在其實很希望 兩個人可以合作 展現團結 團結是團在心結下面嗎 沒有我是覺得說 很多事情 我們先前都有說過 因為初選的過程 其實就大家媒體所知 也都有蠻多 並非政策政論上面的爭辯 所以相較之下 跟柯市長這邊 就比較沒有心情 應該也有吧 就是我覺得 應該說這些都是 過往這麼多年 或者是過去這麼時間的發展 根據雙方陣營的說法 兩人私下都還沒有碰過面 但是幕僚之間 已經有互相聯絡過 接下來兩人合作的動向 也成了2020關注焦點之一 郭委員我想 如果要問郭柯有沒有可能合作 應該要問國民黨怎麼評估才對 因為大家都會認為 如果真的來個郭柯合作的話 第一個應該就是要傷到國民黨的 所以你怎麼看 柯文哲的阻擋 你看 柯文哲的阻擋 其實在一年前就已經有傳開了 對 柯文哲會不會阻擋 其實大家都判斷說 他一定會阻擋 對啊 因為你一定要增加他自己自己的一個籌碼 那為什麼選擇在 今天 今天公布 選擇 而且已經曝光的是昨天下午 對 那個郭董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故意把那個爆出來 那你現在看 他是故意要做連結還是要故意抵消 他主要是這樣 他是要增加跟郭董談判的籌碼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認為 你現在看 其實一直傳出來說 他要跟郭台銘合作 跟郭台銘合作 那那一邊的人都一直說 沒有啊 我們都沒有跟他談 沒有跟他跟他 跟他有聯繫 有那個 那這個 為什麼有這樣的信息出來 大部分都是科那邊自己爆出來 那郭台銘 郭台銘也是那個商場老將 對不對 大風大浪什麼他沒見過 那他很清楚嘛 科不是愛他的人 科是愛他的錢嘛 因為你現在看 因為你現在想想看 國民黨 國民黨還跟他 他是很光明正大 沒有辦法騙說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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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經過一個初選 國民黨補給他一算 對 國民黨是 國民黨是 你來請他初選嘛 國民黨假如真的是騙他 或什麼東西 愛他選 那就提名他嘛 那國民黨是經過一個很公開 公開公正的一個出選的制度嘛 那他輸了 那明天他輸了 國民黨總不能給他作假 說變成他贏嘛 所以大家在講說 哎呀 國民黨愛他的錢呢 愛他怎樣 其實你跟柯文哲比起來 誰 誰 誰比較明顯 誰比較奸詐嘛 那現在你看看嘛 現在康文哲要主黨 他一定要提實習的那個區域立委去選 對 大家知道嗎 選舉要什麼東西 選舉就要錢嘛 他只要提十個去選 那你除非那個人本身他以前就是有選舉過 他自己本身有募款的能力 或是他有家財萬貫 他可以自己去花 或者他要靠著什麼 要靠著去募款 那假如本身的致命度又不夠的話 那要靠著要怎麼去募款呢 所以他當然他現在現在那個 柯文哲最大的想法就是 哎呀趕快把那個 財生業找進來 財生業找進來 那要他的錢嘛 那你現在看看 那財生業願不願意呢 那我剛剛提到了嘛 那個那個你想想看嘛 郭台銘又不是笨蛋 郭台銘他知道說你是愛我的錢 你也不是愛我的人 他怎麼可能跟他合作嘛 他們假如兩個人合作好 你說柯文哲要 要複選 複選那個郭台銘 對啊 他不跟他搶這個正副總統的位子 直接我就是攻立法院就好啦 那我有了立委之後 立委如果你選上總統 不是 我也可以幫助你在立法院鎮守 那他會幫助他嗎 很棒耶 也許就是那個人家說 俠君主以那個俠君主侯 與令諸侯 他今天是不是說 因為假如那個郭台銘他選上了 那他真的要去靠柯文哲 他以期要去靠柯文哲 他倒不如想個辦法再跟別人合作 還好一點耶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看嘛 你今天柯文哲他主黨 所以以前大家在談說 哎呀柯文哲會不會跟親民黨合作 會不會跟時代力量合作 我告訴你柯文哲絕對不會跟親民黨合作 也不會跟時代力量合作 他要自己主黨什麼 因為有那個政黨的補助金嘛 大家都知道嘛 你有20% 20%的實力在那個地方 那你20%的話可以得到差不多200萬票嘛 一票50塊 一票50塊 對他可以拿多少錢 每年 對而且是每年給的 不是說不是說那個像那個 選完那一年 選完那一年給 選完那一年補助而已 他是每一年給 那柯文哲怎麼可能會把這個肥肉讓別人吃嘛 他一定要自己吃嘛 所以他一定要一定會主黨的嘛 所以只要了解柯文哲的人 都應該知道說柯文哲哎呀什麼沒有選 因為柯文哲的明年是什麼 他的謊話講100遍就變成真的 謊話講100遍就變成真的 所以從去年一直念到現在 主黨主黨而且叫做台灣民眾黨 真的就成真了 他一直講說他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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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能的啦 我是這樣啦 那你今天 所以你覺得柯文哲真的阻擋之後 對於國民黨有沒有影響 對於國民黨有沒有影響 因為他阻擋 其實柯文哲阻擋的話 大家都知道嘛 柯文哲假如阻擋 那他會衝擊到 衝擊到誰 大家都知道說 那個跟時代力量嘛 他主要是跟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加上也會怕默化嘛 所以今天你看看 他只要一千步阻擋 就已經好多人 時代力量就 就有幾位好像要退黨了嘛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先讓民進黨講的 兩件不一樣 好來我先 這真的是兩回事 好我等羅委員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民調 這是綠黨昨天公佈的民調 如果只有韓國瑜跟蔡英文的話 蔡英文43.9 韓國瑜38.5 蔡英文勝出 如果柯文哲 左黨也參加了 變成是 柯文哲25 韓國瑜31 蔡英文32 還是領先 但是領先幅度 已經很接近很接近 如果是郭台銘也出現 是 郭台銘19.9% 柯文哲16.6% 韓國瑜26.4% 蔡英文還是贏的29.9% 但如果如果 是 郭柯和 柯郭和 那不得了了 這一組是 32比 28比 30 所以 郭柯和 是有機會勝出的 所以我想問民進黨 如果剛剛 國民黨認為說 不可能 兩個人不可能合作 民進黨怎麼評估 柯文哲這個動作 因為 韓 這個柯文哲的陣營說 郭選 柯不選 但 郭如果不選 柯才會選 所以你們怎麼看 我現在想說 好理解 民進黨當年沒有叫做台灣民主黨 因為當時有兩個名字在選 你知道嗎 也是這樣 後來挑了民主進步黨 不然我們如果叫台灣民主黨 現在也沒有叫台民黨 對 這樣也很尷尬 你也在叫民主黨 對嗎 我是覺得 說實在 因為前面幾位來賓都非常高手 重要的觀點他們都講完了 是 不過我是覺得 郭台銘跟柯文哲要合作沒有那麼容易 當然柯文哲他是希望跟 柯跟郭來結盟 對 可是 郭台銘也要看你有幾斤幾兩 所以他會等8月6號 那個創黨的現身大會 看在你身邊是哪些人 對啦 所以我說 他是要增加跟那個什麼 跟郭台銘談判的籌碼 沒有啦 你先調我光亮 你一個人跟一個黨 他那一天出來如果是50個人 對不對 對 如果郭台銘一看 怎麼都這種 有啊 今天有鍾小平議員跟徐立信議員 我跟你講 如果說創黨大會那一天 然後在身邊的人 是郭台銘認為說 so so 那郭台銘你這樣 你覺得這樣是增加籌碼嗎 要有重量級的正式領域 一定要有重量級的代表 要多重 要多重 體重120公斤 這我不知道啦 這我不會跟他建議名單 他自己找 他自己找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現在不會講話 他一定會先等8月6號 看你創黨 再看他一個禮拜 看你先現身 是 然後看你的分量夠不夠 當然你如果有重量級的 那羅偉人剛剛講的是對的 你就增加籌碼嘛 對啊 可是有可能名單很差啊 那你的籌碼不一定增加喔 這是第一點啦 可是 他確實是看到這個機會 因為他自己都有做名料嘛 他怎麼做都是第三嘛 他自己如果要選總統沒有正當性啊 而且第三名的通常你要去募款 人家也會說 很難啦 那你爬到第二名再說吧 而且坦白說啦 對不對 因為他的基本有三分之二的盤是偏綠的嘛 是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你是不是要來害小英的 你是來攪局的 對 比如說像這樣的一個的時候 然後不論如何 他至少他出來 那麼他就會讓蔡英文跟韓國瑜逼近 會接近嘛 這個時候很容易就被人家說 你第三名 你是來攪局的嗎 來亂的嗎 是嘛 所以他對於自己要不要選總統 他非常謹慎啦 是 可是對於國會這一塊 他就想說這沒談了 沒談了 沒談了 因為政黨補助的一點不會嘛 因為柯的民調一直在維持在20左右 對 對不對 這一份民調他還有25 那如果25的話 這席次拿下來 這個政黨補助金不得了 不得了啊 等一下我們請製作人幫我們說一下 不過我跟你講 他跟郭的合作過程會相當的複雜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 因為他都不選總統給郭台銘選啊 沒有 我跟你說 他們兩個路線都一樣嗎 郭台銘在參加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主張過九二共識耶 你認為柯粉可以支持嗎 比如說我組了一個叫台灣民眾黨 對 那台灣民眾黨他不可能去主張九二共識嘛 那你裡面有很多柯粉喔 柯粉基本上有一些人對九二共識是非常感冒的 那結果你去支持郭台銘選總統 你認為這個不會分裂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1加1 我說實在 如果等於1.3就不錯了 一定有很多人會因為這樣 跑掉 就是在兩岸的論述當中 當然啊 在台灣主權的部分 也有人支持郭台銘看到他跟柯文哲合的話 也會跑掉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 所以不是1加1等於2啦 因為柯裡面有一些藍粉啊 柯這邊有什麼柯粉偏綠嘛 是 所以等於說他的磨合過程 他今天這個記者會想要散兩岸論述嘛 因為他知道這個就是引爆點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他呢 有關於兩岸的部分 黨剛怎麼樣他講說兩岸啦 我都是照稿念 然後呢 不當兒戲 大概以前講的就是照那樣 那這樣是不是九二共識也在裡面 這個說法其實蠻像韓國瑜在確定 國民黨中央被提名的時候 被問到兩岸政策 他是不是也說 怕死下一題 下次再談 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我們來看到 那麼有沒有可能時代力量 是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呢 等一下廣告回來 讓亮君來告訴我們 好 歡迎回到星期星台灣 其實昨天柯文哲傳出要阻擋之後 許多的人在問來問去之後 反而認為最重傷的就是時代力量 因為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過去在很多份民調當中 都確定是跟柯文哲的支持者 是高度重疊的 所以說現在甚至於傳出說 這個在時代力量當中 被稱為是昌神的黃國昌 有沒有可能出走 來擔任這個柯文哲的台 台民黨的部分區呢 我現場想要問 其實今天時代力量 發生很多事情 包括林昌佐剛剛稍早之前 宣布了 就選在今天 宣布了退出時代力量 所以此刻我想亮君坐在這裡 心情應該很複雜吧 是 首先 就這個大家猜測說 國昌委員會不會到 這個新的政黨 我認為其實國昌委員 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提到說 他會退出時代力量等等 我想他過去都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那麼再來就是 這個新的政黨呢 剛剛如果是以陳如 今天早上柯文哲所說 在兩岸論述上面 跟他過去的論述是一樣 沒有任何改變的話 那麼他過去在兩岸政策上的一些態度跟立場 時代力量一直以來都是反對跟不支持的 所以我想大家對於猜測說 時代力量是否有哪些委員 或者是哪些議員會到這個 所謂新的政黨去 我想這個是過多的預測啦 大家可能腦補太多了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認為說時代力量跟這個新的台灣民眾黨之間 會不會有重疊 所謂選票重疊的問題 那從過去來看 確實時代力量的支持群眾都是比較年輕的群眾 那我們也知道柯市長的支持群眾 同樣也是大概到25歲到40歲之間的這個支持群眾 那這個支持群眾呢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認為他們在板塊上面其實都還在猶疑 並沒有做出一個明確的決定 那所以呢 現在柯市長成立了這個政黨之後 到底哪些群眾會因為政黨的成立 而就轉向支持柯市長所成立的政黨 因為我覺得支持柯文哲的人分成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他支持柯文哲在這個 所謂市政上的破例啊等等的 可是至於他接下來要進一步的阻擋 然後延續他的政治生涯 甚至是再往下一步走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很多柯文哲的支持者 是持不同的意見的 甚至在從他當選之後到現在 剛剛我的粉絲專頁也才有 柯文哲過去的支持者 他在去年的時候是投票給柯文哲 但是我的支持者傳給我說 他去年是票投柯文哲 但是他不支持柯市長今天阻擋的這個決定 他不支持他主黨 對他不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到底柯文哲或許他對他的支持群眾不夠認識 就是他的支持群眾到底是支持他的個人 他個人在政治上努力 還是說他接下來要發展成一個政黨 擴大基礎的那個方向 我覺得其實他的支持群眾 他可能也在摸索 所以他現在組了這個政黨 大家在說那明年2020的政黨票 對時代力量會不會有影響 我必須也不諱言的說 時代力量在接下來的選舉其實也是苦戰 那因為今年當然對於本土所有的陣營 無論是時代力量民進黨社民黨等等 非常多的本土政黨來說都是非常艱困的一年 那麼在政黨票的狀況之下 確實有可能會有分算票 就多了競爭者 對 沒有錯 那這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Freddy今天宣布要退黨 成為無黨籍的立委來繼續的來選他的立委 這也是因為柯文哲的影響嗎 我想不是柯文哲的因素 這個其實柯的阻擋 我們也是都在昨天晚上第一時期 就是昨天晚上才收到這個訊息 因為過去確然是有很多風聲很多耳聞 但是都沒有實際上看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 但是在昨天晚上確認了 但是我想Freddy的決定 其實我是很遺憾也不支持的 就是說我認為大家在時代力量裡面 從過去努力到現在 我們這幾年來在本土勢力上面的成長 我認為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雖然不能說完美 但是在國會裡面 我們作為第三大黨 監督國民黨 監督執政黨的力道 從來都沒有比其他人來的弱 那我覺得在這樣子的努力之下 現在這樣子的長所的出走 其實對時代力量來說是非常傷害 是不是因為今天早上你們開了一個決策會議 原本是要提案來挺蔡英文 但是這個提案沒有過 所以變成是好像時代力量有別的新選擇 會是柯文哲嗎 時代力量 會導致Freddy要出走 我想我先說明一下 今天早上的決策委員會 其實因為延續著前面幾天有非常多的議員有連署要挺蔡英文 所以到了今天的決策委員會大家做路線討論的時候 其實確實在會議裡面我們做了非常多的積變 那到後來確實也真的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共識 那這個狀況其實今天的記者會最後我們的定調就是說 肯定這個蔡英文總統過去在主權上面的努力 那麼但是在很多的政策跟議題上面必須還要更加加強 時代力量要繼續對談才能夠有進一步的合作 所以就是暫時決定不止蔡英文 那至於接下來進一步的合作之後呢 是否在2020總統大選要支持蔡英文 必須送交黨代表大會決議 那其實呢就這個部分呢 我在決策委員會裡面其實也強烈的表示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在一個政黨裡面呢 我們在整個大的路線上面 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樣的決議 應該能夠帶領這個政黨前往下一步 那我會認為說在這個時候 當然你說表態的時間點早晚 我認為這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討論 可是你如果接下來還要 當然送交黨代表大會等等的 我覺得站在一個決策委員會是時代力量最高的 也應該是說決策單位 決策單位 當然權力來源還是來自黨代表大會 但是重點是決策核心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辦法一起來承擔 一起來面對接下來時代力量所面臨的困局的話 我覺得這對今天場所的出走 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重傷 那我們休息一下 國安回來繼續討論